第六百三十七章 火连屏 这两个老家伙能在黑酒玉这等混乱之地成为强者 自然是有着一些寻常人难以比肩的本事 这般声势简直堪比寻常的斗宗强者 望着那目标极为明确的金烟二老 苏千也是冷笑一声 在这两年时间中 他与这两个老家伙也是交手不下十次 虽说两人依靠着配合的默契能与他一战 但那也仅仅只是暂时情况 他有自信 只要中途误人来插手他们的战局 他定然能将这两个老家伙给收拾掉 略显干枯的手掌从袖袍中探出 苏千再度将目光投向萧原 沉声道 韩风便拜托你了 话语落下 其身形一颤 便是化为一道流光暴射而出 最后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与金烟二老红然相闯 刹那间所爆发出来的能量波动 犹如水波一般 则接触点急速扩散而出 三斗人影刚已交错 便是在一道道破风声中化为模糊身影 剧烈的斗气在碰撞中急速爆炸 犹如灿烂炎花 绚丽而充满危险 就在苏千与金烟二老对碰的那一刻 双方强者气息也是彻底的被牵引 瞬间后 终于是猛然爆发出怒吼声 一道道身影在雄祸的斗气包裹下化为脾炼 闪躲而出 最后犹如流星雨一般 在下方无数道炙热的目光注视下 轰然碰撞 黑角狱中的强者斗黄强者有着好几位 而反观内院这边呢 确实要稍少一些 因此为了应付那些剩余的斗黄强者 几乎每一位都是要分出三名斗黄强者前去牵制 这些内院长老的默契程度颇为不低 因此配合起来 即使不能击败对方 可至少也是能够将之拖得分不开身 二哥 小心点 望着铺亭盖地的爆发出来的能量烟花 萧炎也是缓缓地吐了一口气 偏头对着一直站在身旁保持着沉默的萧丽低声道 微微抬起头 萧丽犹如恶狼般的目光 在对面不远处的庞大战场上扫过 玄技点了点头 颇有些狡猾的笑道 放心吧 我不会挑斗黄强者下手的 而斗黄强者中 只要不是遇见了像你这种变态的 其他人我都有把握 萧炎微微一笑 手掌一晃 一朵巴掌大小的透明玉瓶出现在其手中 玉瓶之内 悬浮着一个栩栩如生的碧绿色火帘 手指抚摸着玉瓶 消炎不着痕迹地将之塞给了萧丽 第一声道 遇见了男臣的对手 就用斗器灌进去 然后快速丢出 这是 萧丽同样是以极快的速度将之接过 面不改色地问道 我用融合后的一火制造出来的超小型佛怒火莲 我给它取的名字叫做火莲瓶 虽然爆炸起来不可能有着真正的佛怒火莲那般威力 可在关键的时刻也能起到不小的作用 不过可惜制造起来太过困难 不然的话我给你百八十个 那样的话 就算遇见斗黄强者 也是能够将它炸得焦头烂额 萧严阴声笑道 这种东西他也是偶然间想到的 这种能够随身携带的火莲瓶 即使是以他如今对一火的操控力 也只能够勉强制造 若是放弃以前的话 怕打死他都是弄不出来 而且这东西由于有着能量维持 所以顶多只能维持两三天的时间 所以若是三天之内不将之使用出气的话 便是会自动消散 但是总的来说 这也是一个颇为不错的小玩意儿 你小子总爱搞这些东西 萧丽丸笑着点了点头 说道 好了 你自己也小心点 寒风那魂的也不是省油的灯 若实在不行 你就自己逃要 记住 萧家只能靠你 羽霸 萧丽背后一对犹如雷电般的颜色双翼微微一震 但在雷鸣之声响起 玄机身形便是犹如一把尖刀一般 冲向天空上那庞大的混乱战场 目送着萧丽身形冲击那混乱战圈 萧严微微笑了笑 这才缓缓地抬起目光 扫向了对面天际那唯一还停留不动的人 寒风 在萧严目光投向寒风之时 后者也是有所感应一般 那停留在混乱战圈中的视线缓缓移动 最后与萧严目光对碰在了一起 四母交织 充斥着沙翼的火花满意而出 两人对视 周遭那极其喧哗的能量爆炸声也似乎悄然地减弱了下来 这般沉寂在持续了片刻之后 两道静力不动的身影 终于是在同一时间 犹如鬼门一般地消失在了原地 作为战场之上 几乎是最受关注的两人 萧严与寒风的消失 也是引得下方无数人惊讶的出生 就在众人为两人的消失而惊讶之时 天空某处 两道人影再度诡异浮现 只不过这次 两人相距已然不过十几米的距离 小师弟 这次不打算叫那老家伙出来帮你了 远离那处混乱的战圈 寒风凝视着面前的黑袍青年 嘴角挑起一抹嘲讽弧度 缓缓伸起手掌 深蓝色的火焰翻盘而出 炙热的温度 直接是舍得这片天际气温涨动了起来 不过对于这 面前不远处的消炎却是无动于衷 连岩浆世界中那种恶劣环境他都经历过 这点门朵对他没有思考的威慑力 清理门户这种事 怎还能要老实出马 消炎笑容和许 只不过那笑容之下的冷意 却是为加多少掩饰 眼睛死死的盯着消炎 扮上之后 寒风突然淡淡的说道 我就是不明白 为什么当年他不将焚绝传给我 我是他最出色最满意的学生 如果他把焚绝传给了我 我一定还会是如同以前那般尊重他 最后那般结局是他自找的 消炎脸色缓缓阴沉 声音中充斥着讥讽与含义 没有老师 你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孤儿 老师视你为己出 你却是为了一卷残绝将之背叛 说你是畜生 都是裁举你 既然视我为己出 那为什么不将焚绝传给我 我与他那么多年相处 他都未曾给我 凭什么你这混蛋能够得到 寒风猛然间怒声咆哮道 脸庞争鸣可怕 你已经得到了焚绝 自然是说的这么大意凛然 若是你身为他的弟子 才知道他有一种举世无双的功法 但却始终不肯传给你之后 你会又怎样 恐怕你也和我差不多吧 消炎淡默地瞥了他一眼 轻声道 畜生总是用畜生的眼睛来看世界 这一点谁都改变不了 寒风脸色一片猙獰 身体不断地颤抖着 好半沙后 方才安抚下心中那股恨不得立刻将消炎碎尸万段地冲动 脸庞上露出一抹僵硬笑容 说道 小师弟 只要你肯将完整版的坟诀交给我 我可以把整个的黑盟让给你 你不也是炼药师吗 我还可以给你最高阶的药方 只要你答应我 不管你提出任何条件 我都能答应你 怎么样 消炎似笑飞笑的望者 眼前有如变脸般的家伙 如同看的一个小丑一般 片刻后 却是竟然在寒风惊诧的目光中点了点头 惊笑道 可以 拿你的命来换 眼中惊诧缓缓收脸 寒风深吸了一口气 脸床上的争鸣也是缓缓消散 此刻的他似乎再度回复到了那黑脚与药黄的气度 目光阴森的盯着面前一脸笑容的黑袍青年 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便只能将你擒下了 呵呵 你放心 我的手段很多 到时候不愁你交不出焚绝 而且我还会连你体内的青年地心火一起拿走 将你彻底的变成一个废人 面对着寒风那隐含着丝丝阴森的话语 笑颜却笑着摇了摇头 说实话 你体内的海心眼我也很看重 我想我或许能让我的焚绝进化到一个极高的地步 哼 那就看看你的实力有没有你嘴皮子厉害 寒风音笑一声 体内斗气猛然流转 瞬即手掌之上 深蓝色的火焰暴涌天际 犹如一块从天际垂落而下的水木般 声势极为壮观 这边突然爆发出来的冲天蓝色火焰木 顿时间便是将那城中无数道目光吸引了过去 而乔得这般庞大规模的火焰 惊叹声音止不住的在城中响起 两年时间 我也是逐步接触到了斗冬强者的臂长 如今的我可比以前强了许多 上次被你重伤 只是小看了你那火莲的缘故 这次怕你就是没那能好运了 身体巡浮在天际垂下的深蓝色火木之中 寒风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萧颜冷笑道 抬头凝视着那庞大深蓝色火木 硝烟绣袍轻轻一挥 一股股碧绿色火焰开始自体内冒藏而出 最后将整个人都是包裹而进 碧绿色的火焰 碧绿火焰刚刚一出现 那寒风眼瞳便是猛的一缩 他分明记得当年的青林地心火可不是这种颜色 就在寒风心中不解纳闷期间 其脸色突然一变 猛然抬起头来 却是惊骇地瞧见 那垂直天际的深蓝色火木 此刻竟然是犹如受到了某种威压一般 迅速地萎靡而下 目瞪口呆地望着有些显得萎靡的海心艳 寒风甚至能够感应到那从火焰中传出的忌惮情绪 乔得那突然萎靡的火木 萧颜微微一笑 手指之上一缕碧绿火焰轻轻声腾 轻声笑道 哼 师兄 似乎你的异火有些怕我的异火呀 第六百三十八章 同门之战 你 你改换了一火 寒风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在萧颜身上翻腾的碧绿火焰 虽然那种火焰并没有崭新出一种滔天之势 可凭借着极为敏锐的灵魂感知里 他却是能够隐隐觉察到 那碧绿火焰之下是何等的可怕 对于寒风那副惊骇的模样 萧颜笑了笑 一缕碧绿火焰宛如精灵般在指尖调皮的上下翻动 偶尔火尾过处 空间都是隐隐有种扭曲的感觉 师兄 老师当年受到的伤害 便让我今天替他了结了吧 萧颜右手轻握 硕大悬中尺闪现而出 重视一挥 带起一股压迫进风 遥遥指向寒风 面色阴沉 寒风手掌一握 深蓝火焰急速涌动 最后化为一柄颇为修成的火焰长剑 剑间遥遥指向消炎 阴侧侧的说道 不要用这种教训的语气和我说话 对于当年的事 我没有丝毫的后悔 只不过悲让我遗憾的 便是最后依然没有得到焚绝 不过也无所谓 因为现在的你已经把它送到我这里来了 果然还是畜生 萧颜叹息着摇了摇头 终于是不再与着被焚绝蒙蔽了心灵的畜生废话 脚掌之上 璀璨阴芒浮现而出 最后淡淡雷鸣声响 响彻天际 而在雷声响起的刹那 萧颜身形突然一颤 残硬嘛 没想到两年时间你果然变强了很多 如今在不使用那老家伙的力量下 还能做到这一地步 但你认为这对我有用吗 望着那停留在半空中动也不动的萧银身影 寒风却是一声冷笑 背后极度凝聚的深蓝色火翼微微一震 身形便是犹如滑香一般的后退了几米 而就在其身形动作那一刹那 面前黑影突然浮现 宽大仲齿带着恐怖的压迫锦风 与尖锐的空气撕裂声狠狠地怒劈而下 身躯成一个有些怪异的姿势微微一扭 仲齿贴着寒风面门皮下 其上所蕴含的锦风也是在海西岸的保护下 未对寒风造成什么伤害 小师弟 虽然你如今实力大涨 不过师兄我所经历的战斗 可比你吃的饭还要多 闪避开硝烟的攻击 寒风微微冷笑 手臂猛然一抖 手中火焰长剑 便是画起一个极为刁钻的狠辣糊涂 绕过众齿直刺向硝烟胸膛 面对着寒风那狠辣攻击 硝烟确实面不改色 手腕围曲 众齿急速旋转着倒飞而回 最后犹如一面盾牌般挡在面前 也是将那火焰长剑抵御而下 硝烟这般敏锐反应 也是令得寒风略为诧异的挑了挑眉 旋即手臂急速震动 只见得其手中火焰长剑 犹如是在此刻分裂出了无数饼斑 一道道残影四时四须 夹杂之热进风 扑天盖地的暴射而出 将硝烟全身每个部位都是包裹而进 攻势灵力而老大 面对着寒风这般灵力攻势 硝烟确实未曾如何惊慌 虽说如今失去了要老力量的支持 不过他本身实力 却已经不比当年借取要老力量时弱多少 而且由于现在的力量是完全的属于自己 因此控制起来也是更加的得心应手 脚掌阴芒闪烁 硝烟脚步踏出奇异的步伐 身形诡异的左摇右摆中 竟然是尽数的将那满天剑影躲避了开去 偶尔众尺挥动 将一些剑芒抵御而下 众尺上爆发而起的火花 照耀着那张年轻的面孔 显得颇为从容 身形闪烁间 硝烟身躯猛然一顿 眼中精芒也是在此刻大盛 一道低鹤声自喉咙间传出 玄技手中中指夹杂着碧绿火焰 直直地爆射而出 玄技在那漫天剑影中 击中了某一道似真似幻的残剑 清脆声音缓缓响彻 漫天剑影突兀消散 唯有一柄火焰长剑剑尖 与众尺众目中相碰 喝 感受着那从剑尖之上涌来的狂猛劲力 硝烟骤然低喝 雄厚斗气自体内各出部位抱涌而出 最后沿着经脉飞快地灌着进入手臂之内 而随着这般雄厚斗气涌来 硝烟手臂都是微微变得比先前粗壮了一圈 猛然间手臂狠狠一颤 一股爆炸般的力量自悬中指暴涌而出 最后蛮横地冲进了那火焰长剑之内 力量蛮横灌进 只见得那由海心燕所凝聚而出的火焰长剑 竟然是开始出现了一丝丝裂缝 而乔得这般变化 寒风脸色也是微微一沉 手掌迅速松开剑柄 而随着剑柄离手 失去了力量支持的前者 顿时在一道清脆声音中爆裂而开 这家伙的一伙有些古怪 火焰剑爆裂 寒风眼盲急速闪烁 在先前对方力量涌进火焰剑中时 他分明的感觉到 对方的意义对海心燕进行着分解 一击占得优势 萧炎却是没有丝毫的迟疑 手掌重重击打在驰柄之上 宣介被碧绿火焰包裹的玄仲齿 便是犹如一道碧绿闪电般 冲着近在直视的寒风暴射而去 这般近距离 饶势以寒风的速度 也是有些难以闪避 因此他只得施展海心燕包裹手掌 宣介也是狠狠地拍在了众尺身上 手掌拍在众尺上 顿时发出一道金铁碎响 尽力狂拥间 直接是将众尺拍飞而去 不过在寒风手掌与众尺接触那一刹那 碧绿火焰却是犹如粘焰一般 飞快地粘住了其手掌 而在碧绿火焰的焚烧下 那海心燕竟然在开始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虚薄 望着那越加稀薄的海心燕 寒风心中终于是升起了些许不安 在这般接触间 他已经能够确定 萧炎此次所使用的一火 绝对已经不是当初的清廉地心火 极其澎湃的斗气 突然自寒风掌心中喷勃而出 经过一阵坚持 那附体的碧绿火焰 方才被扑灭 寒风身形骤然后退 脸色凝重地望着 那一脸和煦笑容的黑袍青年 两年不见 这个家伙比当年更加难缠与诡异了 见到寒风竟然没费多大力气 便是摆脱了碧绿火焰 萧炎眼中已闪过一抹惊差 这家伙果然如同要劳所说 在炼药树与修炼之上 都是有着极其杰出的天赋 这两年时间 他自己固然变强了许多 可这家伙 明显实力也是涨了不少 而且说不定还真如同他所说 如今的他已经触摸到了斗宗强者的臂杖 或许说不定哪一天便是会迈进那个超级强者的行列 能够被那个老家伙看中并且收成学生 果然是不简单哪 先前道的确是小客了你 低头望着略微有些焦黑的手掌 寒风叹气着摇了摇头 清晰了一口气 抬头目光阴狠地盯着萧炎 冷笑道 两年时间中 你虽然实力大涨 可我也并非虚度 话音落下 寒风手中印节突然一变 旋即一股磅礴斗气自其体内抱涌而出 这股斗气之强几乎是远远超过了寻常斗皇巅峰强者 甚至怕都是一脚踏入了斗宗那个层次 如此强悍的斗气骤然出现 直接是领得不远处那混乱战场都是为之以警 一道道惊疑不定的目光投射而来 而当这些目光在停留到寒风身上时 顿时变得精彩了起来 这家伙竟然已经快踏入斗宗那个层次了吗 望着那袋磅礴斗气喷勃间 一头发丝散乱浮动的寒风 不管是内院还是黑角域的强者 皆是满心惊颤 这些年中几乎无人见过寒风轻力出手 因此竟然也是无人知道 这个家伙居然在不知不觉间达到了这个地步 突然爆发而出的惊天斗气 即使是连苏千与金银二老的战圈也都是为之一致 三道目光顺着斗气喷发出望去 寻寄眼中皆是充斥了不同的情绪 这家伙心机还真神 竟然连我们都不知道 他已经快要到达那个地步 金银二老对视一眼 眼中忍不住的有种羡慕 他们两个停留在斗狂巅峰这个层次 几乎有着将近十年的时间了 可直到如今都是未曾有着丝毫的寸进 然而韩峰这才短短不到五年时间 居然便是有了步入更高层次的迹象 这般速度容不得他们不心生一种忌妒 苏千的心在发现 那斗气喷发源头是韩峰时 便是逐渐的沉了下去 若是韩峰真的已经半只咬踏入斗宗层次 那么其战斗力几乎将会成几何倍飙升 甚至若是他施展了异火 就算是苏千自称若是与他相遇上 都是难以将之击败 更何况萧岩 原本苏千还想指望着萧岩能够将韩峰拖住 但看如今这般局面恐怕又是跑汤了 而一旦韩峰腾出手来 再联合金银二老 就算是他也将会必败 那样的话 此次内怨怕真的将会死伤惨重了 苏千有些颓废的叹了一口气 玄机强达起精神 如今也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哪个经常创造奇迹的小家伙了 其他的甘心也只是于事无补 小家伙 这一次你还能拦住韩峰吗 目光转移望着那看不清 脸上神色的黑袍青年 苏千低声喃喃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还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 clin 探 转发 供摩vention